來看一架波音737貨機 當地時間週五清晨 疑似因為引擎故障 墜入了美國夏威夷 善襄島附近的海面 畫面上可以看到的是 美國海岸巡防隊派出了救援船 直升機以及運輸機 趕往事故現場 不幸中的大幸是 墜海的波音貨機上面的 兩名機組人員雖然都受傷 不過也已經被救出 也緊急送醫治療 美國海巡岸巡隊長表示 之後會再評估貨機墜海 造成的污染情況 而這起事故也讓波音當天的 早盤股價下跌了2%